花莲合唱团要过50岁生日了 花盒50经典传唱风华在线的团庆公演 11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半要在文化局的演艺厅登场 而11月16号1点半在向藤工厢 11月24号下午2点半在花莲荣家 还有总共是三场演出 文化局主场是不用锁票进场的 除了文化局的各锁票站 今年也为服务爱乐朋友 开启了Google表单手机扫描 文宣品上的QR Code来锁票 欢迎大家把握机会 花莲合唱团50年历经7个团长聘请过10位客喜指挥 而这是团庆公演曲目 依花和过去50年唱过的合唱经典的歌曲 挑选了戴京权时代的人生如蜜 金花如见他4首曲文化局主场将有高领84岁的戴教授 请自指挥团林45年的副团长叶如生表示 50年来唱过的每首歌都成为身上的光 和七色彩虹让心灵和生活丰富无比 包合50岁生智为你带上18首好听的歌曲 也请乡亲和我们一起来庆祝共普花莲的乐章 我想一个社团能够过半个世纪50岁真的不太容易 花莲地区一个合唱的社团应该是历史最悠久的 花莲合唱团 它成立在1972年就民国61年 今年刚好满了50岁 所以我们这个团每年的年底都有一个成果发表 所以我们今年的成果发表会就结合我们的团庆 所以我们定一个名字叫花河五十经典传唱风华再现 2022年的公演 那为什么叫着经典重现呢 所以我们这一次在我们整个团史发展过程当中 总共有七位团长有十位外聘的客系指挥 当然也有数不尽的我们自己的祝团指挥 所以我们这一次在曲目的安排呢 我们就想说在这个七个团长 他们那个年代请到的客席指挥 我们客席指挥当中呢 大概我们选了四位应该算是最有名的 在50年前我们请到的就是国家实验合唱团的指挥戴京权教授 他今年已经高龄84岁了 所以我们在那个年代我们传唱了一些 大家应该那个年代的人 所以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很熟悉的 比如说李抱枕的《人生如蜜》 还有戴老师他很少谱曲 他自己谱了一首曲叫做《银》是宜光中的诗 另外就是《见花如见他》 《民谣歌曲》 还有另外就是很逗趣的我们农村的歌曲 吕先生写的叫《农村九歌》 所以我们这四首曲子呢 在我们这一次的开场当中 特别特别请了戴京权教授 亲自来这边为我们指挥唱这四首曲子 然后在戴京权老师之后呢 我们选的是王衡老师 王衡老师 他来这边担任指挥的时候 唱了很多很多的歌曲 我们选其中的三首 第一首就是跟现在我们疫情有关的 叫《夜静天明》 这首曲子我们中文唱一遍 英文再唱一遍 第二首就是《乌书里长歌》 一个很棒很棒的民谣歌曲 第三首是一个最最经典的 所有和尚团体 在几十年前大家都传唱过的 就是黄友帝的《遗忘》 这首艺术歌曲 在历经王衡老师之后 后面好几位我们的客席指挥 但是比较有名的 就是福尔摩沙的苏庆俊老师 我想大家都知道 福尔摩沙合唱团 他们传唱的歌曲最大的特色 就是宣扬台湾本土的 敏南尼的歌曲跟客家歌曲 所以我们选唱了两首敏南尼歌曲 一个叫《书没人》 另外一首《阿爸的心肝宝贝》 那在客家歌曲的部分 都是阿涛的歌曲 一首叫《纯睡》 另外一首叫《腰婆》 这些歌曲都非常非常的经典 那我们在2018年 我们现在的团长 吴明毅团长 跟我们的团务委员 七八位到台北去 特别请了一位客席指挥 就是《爱业合唱团》的杜明言 杜老师 在他手上 我们最后一个part 就选唱了几首歌曲 第一首也是跟我们疫情有关的 你鼓舞了 You raise me up Be steer my soul 都是能够启迪人性的 很棒的歌曲 那另外呢 我们在杜老师带来的 他带来我们请的客席指挥 常常就带来台北 比如说爱业合唱团 福尔摩沙合唱团 他们这些合唱团 都会请专人为他们谱的曲子 那我们请了他们的老师来呢 他就把这些曲子 好听的歌 事实上我们这个乡下的小团体 实在是没有能力 去请专人为我们谱曲 所以那谱现成的曲子 带来给我们传唱 所以他带来了 有我们这个 比较新的歌曲 比如电影的插曲 比如说电视剧的插曲 《弦亚》 加上一些好的曲子 把它变成组曲 还有另外就是那个蒋勋的诗 也是为爱业而补的 三首诗当中的一首叫《愿》 这个愿也表示说 我们期待一起能赶快过去 还有另外在现在 在和尚界当中很有名的 就是上海的彩虹和尚团 他们也首算是他们的长歌 常常这个他们的指挥叫金城志 写了很多很多很棒的好歌 他们常常在安口曲当中会唱一首歌 叫做彩虹 这个彩虹代表大家所期待的一个美好的未来 所以我们也把彩虹选进来了 那最后一首呢 当然我们还是期望 疫情早早过去 就是把爱找回来 明天会更好 这首曲子是在大概1980年代的时候 我们国内的歌手针对也是当时 世界上有一些疫情或青少年一些问题 所以他们就发动一些歌手们 一起传唱出这个整个启迪人心 能够带给社会 这个期待美好未来的歌曲 就是把爱找回来 明天会更好 当然我们今年50周年 最后也会给观众一些惊喜 希望观众能够在11月20号的时候 到文化局 文化局好不容易终于又开馆了 我们在那个地方办我们的50周年的团庆音乐会 花莲和尚团在过去的50年当中 除了我刚才讲到的 就是在请的外聘的客席指挥 我们的助团指挥当中 有一位老师呢 最最特殊 50年他在这个团 义务奉献了25年之久 他就是原来服务在秀林国中的 简正雄老师 他在退休之后呢 他现在把棒子交给他的儿子 叫简仁志 当我们的助团指挥 所以我们在团里头称大简小简老师 好这个大简老师呢 他回到他部落去呢 他教会组成了一个合唱团 叫齐来合唱团 我想大家都知道齐来山就是 我们太鲁阁主的圣山 这个齐来合唱团原来他们的成立呢 是为了歌颂上帝 歌颂上主而成立的团 但是他这几年 因着我们大简老师 跟花领和尚团的这种缘分 所以我们都请他们来一起 跟我们同台欢唱 所以我们这场音乐会当中呢 我们中间有两首颜知颜味 由齐来合唱团唱的 原著名的歌曲 用泰鲁歌族发音的 那另外还有跟我们一起合唱最后那一个部分的三首曲子 所以这也是这一次我们音乐会当中的非常特殊的 就是说我们在语言上有英文的 有国语的 有客家语的 有名乃语的 还有原著名语的歌曲 这也是我们这个团 针对花莲的族群融合 每年传唱内容当中 特别有做这样的曲目安排 那我们今天比较特殊的 也是采用免费锁票的方式 我们的锁票除了在文化局的锁票站之外 我们今年特别在我们海报上有印了QR Code 就是用Google的表单去锁票 那目前我们的票一票不多 希望我们爱业朋友能够咏业锁票 如果你没有去扫描的话 你只要在Google的搜寻写 2022年花莲和尚团的公园锁票网址 就会出现 你就可以直接用这个表单去锁票 所以我们最最希望的就是说 我们这一整年来的努力成果 呈现出花莲合唱团 过去50年来的一些经典歌曲 希望我们爱业朋友来 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个美好的 周日午后的音乐饗宴 期盼大家能来 欢迎你来 文化局主场才免费锁起进场方式 除了文化局各锁票站之外 今年为了服务爱与朋友 特别开放Google表单 手机扫描文献品上的QR Code锁票 会将入场圈有机到辅 一票有限 锁起请找 记得欢迎欢迎收到